您好 我是刑警队林语红 我想情况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希望你们能立即配合我们的工作 您好 刚才我已经和你们同事解释过了 因为我们公司这边 你叫什么名字 还是带不通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公号多少 李佳佳资料 说话 我的公号是2047 姓周 公号2047 我相信您应该知道 有一位女性乘客 通过你们的平台约了一辆车 而且她在二十五分钟之前 向她的朋友发出过一条求救短信 之后电话就一直打不通 人也没有按时回家 我认为她现在极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所以我希望你能向我们提供 她所乘车辆的相关信息 以及司机的联系方式 听明白了吗 我知道您的意思 但是我们公司这边的流程 难道非要等得出人命 你们才满意吗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经理不在 我这也不敢 2047 姓周 如果这女孩出了事 我会直接让她的家人 去你单位找你 到时候你再亲自跟她们解释 你们的流程 行不行 说话 行不行 你等我一下 麻烦你再说一下承车人的信息 麻烦你再说一下承车人的信息 李佳佳 李佳佳 19032651233 他重座的是一辆黑色本体员雅哥 车财号是 慧毅21125 慧毅21125 车主驾驶什么主持 赵长松 电话号码 16703161966 16703161966 你现在能看到他车辆所在位置吗 他已经关闭了我们的软件 这边看不到 可以 家庭住址呢 岭川县 弘宁镇 三河口 长松小区 四号楼 203 好 谢谢你的配合 如果有需要 我们会再联系你